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林冠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 扫描QR Code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看台湾社会在过40天要选举了 而美中的贸易战谈判 12月15号这波关税 到底会不会真的 这个有临时协议暂时延后呢 外界还在观察 然后美中现在呢 最新外电资料证实 双方沟通停滞 很有可能临时协议的部分 因为香港的法案而破局 然后台湾社会也因为这场选举 认识了叶佳英 叶选宁跟向心家族 特别是叶佳英的二女儿 叶向真跟向心之间 到底是不是母子关系 或者有没有血缘关系 影响着这一场共叠案的后续发展 然后同时呢 美中在贸易战的同时 中南海内忧外患 最新的资料 中国超过三十大富豪 直接套现走人 整个资金跟富豪的逃难潮 影响了后续的政治跟经济的发展 这背后有多少 不爱人这故事跟内幕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好今现场 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 汪浩大哥 大家好 我先请教彭校大哥 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讨论到 向心一定来头不小 他可以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周家华的秘书 肯定一定跟正苗红 然后还能搞得定 聂力的家族 跟叶选宁叶剑英的家族 恐怕他在中南海的中共开国元老里头 是得到三大家族的信任 包含了叶剑英、叶选宁的家族 包含了聂隆真、聂力的家族 也包含了小小年纪做周家华的秘书 这三大家族同时信任的向心 肯定大有来头 是的 我们知道在叶向真跟刘诗坤结婚的时候 十大元帅里面 因为他父亲是十大元帅叶剑英 那十大元帅里面 唯一的来到他家去制贺的 就是聂荣真 就是聂力的父亲 所以聂家跟叶家是很交好的 表示说聂家跟叶家的这种交好关系 由来已久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我们 我昨天就我们这几天的讨论 我们慢慢的把这个 这个目标圈越来越缩小 后来我们缩小到 这个叶向真以后 我昨天在我的脸上 发表了我的看法 当然我的看法是 因为我也看到在美国的一个自媒体 有一位中共海军的宗校 他过去他在总参 他也知道说这个叶参谋 然后他提出来说 他的母亲是叶向真 所以我把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研判 等于是最后一个钥匙把它打开了 那我把它提出来以后 我也没想到说 在我的脸书所提的东西 居然会疯传 而且不但是在台湾 甚至于到了香港 到了海外 我后来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子 海外有很多这个网络媒体 也都在谈这个事情 更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 得到叶静子的回应 中国建国70年以来 未有之现象 因为你们知道 中国的那种真正的红色家庭 他不露脸的 难得昨天叶建英家属 连着做了三次的声明来否认 我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发文否认的叫做叶静子 他1975年出生 所以他跟我是同一辈分 因为我1974年出生 然后叶静子是大友来讨 叶静子呢 他爸爸就是叶选宁 就是中国中共军情教父 只是他爸爸前两年往生了 但是叶家显然 还有很多故事 叶静子有一阵子 在香港的政商圈 名流圈是非常活药的 那叶静子就在微博发文 然后否认说 这个他们没有那种数位谋面的亲戚 对你看哈 昨天从下午6点28分 第一次发出否认的声明 隔了一个多小时 在8点31分 再次声明 然后又隔了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第三次声明 这个第三次声明特别好玩 他怎么写的 他说今天宝岛上的新闻 所提到的向心和公卿两位 与我数位谋面 更加不是亲戚 特此声明 这个真的是中共建国 七十年来未有之现象 不但出面来否认 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否认 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 叫做欲盖弥彰 然后呢 这个你如果真的不重要 你说了一次就好了嘛 对不对 大家都已经了解你意思嘛 那为什么说 要一而再再而三呢 第一个表示说 这个事情 我们打到了它的要害之处 虽然说 子弹没有直接落在第一目标 但是也表示说 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 好彭向大哥 你讲到这里 我跟你讨论一个事情 上个礼拜 我是全台湾的媒体 第一个追叶建英叶选宁的 对 然后我把他们两父子 这个在中南海内部的角色地位 乃至于后来叶选宁选择 跟习近平合作的关系 讲的清清楚楚 透彻明白 然后叶家都不会理我们 再来哦本节目再来又用力做聂隆针 聂力家族 因为聂隆针 聂力跟丁恒高完全是国防军工业 所以国防军工业可以从飞弹导弹 核弹讲到这一个人造卫星 这都是高科技的这一个工坊 也是现在美中在工坊的5G工坊之一 然后聂家也没有人回应 上个礼拜我们讲叶静子的爸爸叶选宁 讲他的阿公叶选宁 他都没有任何回应 但是你贴叶相真跟孝心的照片 他回应了 对 而且还回应的这么热闹 这么的惊人 说实在 有人说哎呀糟糕了 你看你被打脸了 我说 我说你们真是不了解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节目 这个有很多收视的观众 就因为说我们所做的叫做合理化推论 这个推论 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 老共丢个什么资料 我们就照吃 对不对 如果他丢个资料我们照吃 我们就乖乖的被他导引到 他所希望我们认知那个方向 但是今天宁关 我们很多来宾 大家呢 有我们一个独立的看法 对不对 那就如刚才宁关所讲的 从来未有的 你还得否认三次啊 对不对 所以表示说这个事情的可信度 非常非常的高 好那我再讲一个 在彭孝大哥发文之前 也有网友在我们的YouTube下面留言 他用简体字流 叶向真 叶向心 当时我有把留言截图传给王浩大哥 那确实当时我就怀疑 他们中间的年岁也约莫差个20多岁 确实也不排除是有亲戚关系 甚或母子关系 因为叶家的孩子当中他最特别 他的名字本来叫向真 后来改过名 那如果向真有向心 这样的孩子就合理了 真心啊 一切都是真心啊 那当然哦 向心如果是做特务工作 恐怕这个向心也未必是他出生时的原名 对 或者搞不好他出生时跟母性 真的叫叶向心都有可能 对 中间再更改过姓名也都有可能 因为这个刘诗坤啊 他也讲 他说我们家庭很开放 他说他为什么说离婚以后 然后没有复婚 然后又在他家住了很多年 然后后来又各自有发展 他说我们家很开放 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太讲究这个形式的问题等等的 那么叶向真呢 他也是一个学这个戏剧的 他是学导演的 我们就我们所知道 在文革的时候 大陆有所谓的三大外逃案 第一有名的当然就是林彪外逃案 这大家都知道 第二呢 还有一个中国当时最有名的音乐家叫马思聪 马思聪外逃案也是轰动一时 那么第三个外逃案 就是叶向真跟他的革命伴侣 叫做朱成昭的 两个红卫兵的头头 跑到了广州 因为过过去啊 你要到到远程地方 你要有路条的 所以他们的失智跑到广州 然后呢准备要偷渡到香港 因为当时这个红卫兵各个派系互斗 然后原来这个叶向真呢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最激进的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战机叫什么 他带着一批红卫兵 把这个当时北京市的市长 彭真给强压起来 谁都找不到 最后周恩来出面 跟他谈判 说你到底把人藏在哪里 后来他才把彭真给交出来 我们知道彭真在大陆 在中共的里面是贺有名的一个人物 所以你看当时叶向真 曾经是多么的激进 而且也反映出他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一般的这个女性可以比拟 所以这个有这个事以后 他被关了四年 然后这个朱成昭呢 被关了十年 他们在出事之前 叶剑英知道有人跟叶剑英讲 说你女儿跟一个反革命的在一起 那么后来叶剑英打电话 跟他讲你赶快叫他走 这样子这个朱成昭呢 才离开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以前啊 叶向真都住在所谓的叶帅公馆 但是呢 这个自从刘诗坤被抓了以后呢 他就搬出来 后有一次刘诗坤偷偷跑去 说要看小孩 结果说不在叶帅公馆 他在外面租个房子 是不是很特别 那么这个那后来这个朱成昭呢 就就跟他在那边住在一起 那他们有没有小孩 说实在这个就目前无从考 但是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 在红二代里面 还有很多外人所不得而知的秘密 但是 那我问你哦 假设向心是叶家游雪园的第三代 现在看备份有可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 那这一个共谍案的案情就更复杂了 对 到今天为止 向心我追踪到 他跟他的太太拱亲 是限制出境 那到底人是不是还住在军约都不知道 限制出境只是说民愤上不能从台湾出境 但是在台湾还可以动作 还可以啪啪照的 所以这个共谍案很有可能更复杂化 所以你看 昨天12月1号 各位回顾一下 业禁止否认 国台办没有出来否认 然后国台办可能要凶 要松或者要顺 好像都不大对 所以国台办现在好像 这个回应向心这件事并没有那么明确 所以说各位记彼者 12月1号曾经发生过一个大事 就是华为公主孟晚舟 在加拿大被留置 时间好巧合 对 华为公主孟晚舟被留置的事情 很显然嘛 跟美国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这个事情造成中共非常非常大的危机跟困扰 到现在一年了 没有解决 中共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万一说 叶家公子 成为第二个孟晚舟 在台湾被留置 这是多么一个不幸的巧合 如果说美国要介入这个事情 我相信说美国非常希望 从这个向心身上得到更多的情报消息 因为为什么 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国防科工委 聂力所主导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什么 叫超级电脑 因为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 中共现在的超级电脑速度 已经超过美国了 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那么到底现在进度到哪里 还有这个量子电脑的进度到哪里 这都是美国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科技的秘密 那么是不是能够透过向心 作为一个突破口 更进一步了解说 中共现在他们国防高科技 从外面买了多少 偷了多少 还有就是他们的 有没有一些的国防科技的输出 输出到哪去了 跟伊朗有没有关系 跟北韩有没有关系 或者跟其他的国家有没有关系 我想在向心的心里面 埋藏了许多的核子弹 这个当然最小最小的一颗 就是对于这一次韩国瑜的险情 反而这不是最大的 这算价是最小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这个中共十大元帅 叶建英叶选宁向心 到底是不是这个三代关系 那以这一次来讲 向心确实长相跟叶佳非常神势 那以年纪来讲 外界会怀疑他是红二代红三代 也都是很合理的 然后向心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是 他所扮演的特务工作 基本上是跟军工 而且军方是有密切的关联的 其实他这家公司呢 大家也非常好奇 就中国创新中国趋势 结果现在查出来呢 哇真的叫不得了了 是跟中国最大最老牌的军事工业有关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是什么呢 它的前身就是整个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冰工厂 汉阳冰工厂 那是国务院把它给扩大 汉阳冰工厂扩大 所以他照说有三十几家 而且这个中国创新这家公司 再查下去的话 他2002年在香港挂牌之后 看起来很低调 可是很低调的时候 中间在向心之前 有两个董事长 有两个董事长 一个叫罗秀卿 一个叫王庆宇 最后才轮到向心 而且罗秀卿 他也曾经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的局长 而王庆宇也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的局长 然后最后他们两个人 然后最后再由向心接下去 而向心虽然没有查到任何的资料 跟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汉阳冰工厂的延伸出来的 全世界500大里面 第200多大的军火公司 汽车公司 各种相关的公司 全世界有三十几个国家 有据点的公司 有关系 但是他开始有做一些奇怪的动作 比如LED 太阳人电池 新型的人员 都跟中国兵器创新 这个装备公司有关 然后后面就没了 所以虽然发现说 如果他这个家公司 竟然是中国兵器装备公司 是整个中国南方最大 而且他的前身就是汉阳冰工厂 专门做军火工业的 这个东西 军火工业就更强大了 而再过来 向心他上面 他当的秘书是周家华 周家华也是够特殊的 周家华的爸爸是周超分 周超分 他以前不是共产党员 但是他死后 由毛泽东亲笔 追加为共产党党员 所以他的分量 跟共产党第一代是非常关系的 然后他们两个兄弟 他的弟弟呢 是曾经是中国气象局的局长 气象局就是搞什么 除了天气情报 也是超级电脑 对 还有人造卫星 还有人造卫星 所以你就看到是这个方式 而周家华呢 又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周家华是负责什么机械工业的总理嘛 他在一九九四年那段时间 邓小平开始跟美国要改革开放的时候 频频出访美国 所以美国很多跟高科技的人员的 兵器的飞机的航太的 都是周家华去签的 而且周家华还在帮中国干了一件事情 干了什么事情呢 中国你要做这种机密设备 有这么多东西 一定要有那个机密的工具机 五轴加工机 而第一个中国进去的五轴加工机 也就是由周家华从日本那边用假照 他要做汽车 抽进去的 所以你就整个从他来 不管是周家华 从这中国兵器装备公司 他前任的董事长 执行长一路下来 你就发现象星在这里面的分量 都一直跟中国最大的兵工产业 汉阳兵工厂延伸的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关系 那温浩大关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整个这个 大家都知道中国 对台湾的整个对台工作 我刚才有讲过有八大系统 那因此呢 说象星可能是军方的一个系统 特别是叶选淮这个系统底下 叶选宁 叶选宁这个系统底下 总政工作部这个系统 总政联络局的这个系统底下来的 这可能性是很大的 那当然还有总参的系统 情报局的系统 然后还有中宣部中联部国台办 然后政协人大 各个系统 这个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八仙过海 多头马车的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正好是逮到了一个 系统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 但是并不影响中共的其他系统的运作 所以我想这个作为一个点 把它紧紧的抓住 深入的挖掘是有相当意义的 对于整个台湾理解中共的整个对台工作 是怎么运作的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张老师怎么看 首先我们先谈 这个到底他们是有没有血缘关系 这当然一定否认 但是最重要就验DNA 一般这个确认血缘关系 所以许多国家的重要人物出访 比如说像金正恩出访 金正日出访 就是把它所有接触过的东西 全部都要一丝不露的 全部要带回北韩 意思就是不能够外流 让人家有机会得到这些 共产国家最高领导人的DNA 有得到DNA之后 将来在确认许多事情上来讲 就会有作用 这个是一个补充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事件 像这个叶剑英 他有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女婿 叫刘诗坤 那刘诗坤曾经是非常知名的钢琴家 这个钢琴家曾经在1950年代 到苏联去参加世界钢琴大赛 还跟这个赫鲁雪夫 就是苏联领袖握过手 因为他得奖 领奖 结果在文革的时候 就成了他的罪状 就是曾经跟修正主义的代表人 赫鲁雪夫握手 因此他们这一家 长期来对于这个海外关系 就我们之前节目讨论过 是非常的重视 而且也深切意识到说 共产党内部的斗争 是非常惨烈的 因此在过去前苏联时代 对于这些由这个 共产的这个高干子弟 来领导特殊工作 向来是具有传统 但是呢 虽然是高干子弟 有的时候也难以倖免 党内的斗争 像斯大林的女儿 后来也是投奔到国外去了 他的父亲是斯大林 但是还是投奔国外 就代表说 其实就算是高干子女 常常有的时候 也不见得能够 倖免于党内的斗争 那就过去共产国家 跟西方斗争的这个历史 有些时候 是假被捕 真投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是真的 投诚的话 有可能株连你在中国的亲属 就是这个你在原来国家的亲属 所以呢 对外要宣布说 我是被捕的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这个 可能这个工作出现失误 但是并不是我主动叛逃的 避免株连家属 有些时候呢 是假投诚 真被捕 就是说真的被捕了 但是被捕之后 这个逮捕他的这一方 第一个 宣布他是投诚 代表我们这一边呢 这个万众归心 在这个思想战场上得到了胜利 所以他会投诚 就像以前我们台湾 对于共产投诚 这个被捕 我们有时候也是说 他是投诚 以前我们有首歌叫做 台湾好 台湾好 台湾 台湾真是个复兴道 爱国英雄英勇 只是兜头到他的怀抱 好 意思就是说呢 你真的被洗脑的 很特别 这是我们的歌啦 蓝歌啦 不是红歌啦 这我们小时候唱过的歌啦 也就是说呢 小时候被红人洗脑了 被洗脑 被洗脑 他其实是这个被捕 我们说他投诚 一方面来讲 就是代表说我们这边呢 这个是比他们进步 所以他愿意投奔 第二个 被捕常常都是 他的联络方式 他传递情报的途径 出现了失误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 让对方知道他被捕 他们一定会立刻检讨 是什么导致他被捕 是不是有泄密 还是这个工作上出现失误 还是说这个什么地方 出现了漏洞 如果说我们他投诚的话 让对方不知道他被捕 可能这个弥补漏洞的作为 还稍微慢一点 这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是假投诚 真被捕 有的时候是假被捕 真投诚 这个在这个西方国家 跟共产国家的 这个情报战里面 其实是经常发生的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怎么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在台湾 这个即将40天之后 要选举的同时 爆发了向新共谍一案 然而美中上个礼拜 最新的进度 川普签了法案之后 现在看起来临时的协议 12月份到底还能不能走下去 那我问一下清皇 现在双方都各有艰难 而且看起来破局的几率增加了 对没错 因为你看川普讲的话 目前我们看到川普说的是什么呢 川普的说法是说 他还是希望能够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但是你也发现 这个白宫方面的椭圆办公室说 中美处于这个最后艰辛阶段 最后艰辛阶段也象征着说 它不一定会成 所以就变成说白宫所释放出来的 这个风向呢 也某种程度是替 如果一旦这个协议没有签的时候呢 做一个心理准备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怎么说呢 环球时报放出来的风向是说 北京坚持美国要撤回关税 也就是说 他的表达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要撤回关税 那我们这个协议呢 很可能就谈不成 所以你会发现 环球时报现在扮演什么角色呢 环球时报现在扮演 中国版的推特的角色 帮习近平在发推特 所以环球时报放出来的这个风向 也很像是在博弈之间 谈判之间去做一进一退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看到什么呢 看到美国的新闻网站 他有刊登一篇文章在谈说 美中贸易协议很有可能怎么样 因为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然后而搁置 然后里面强调说 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呢 激怒了中国 所以呢 两国之间的谈判 很有可能会走向中断 那么当然 这个新闻网站有特别强调 他的消息来源是来自于 正在谈判中的官员 所以呢 他现在所讲出来的话 也很可能是什么呢 谈判团队所释放出来的风向之一 所以我们知道 在谈判的确立过程之前 都会有很多这种试探放风向的动作 所以双方一来一往 美中贸易谈判是否谈得成 看起来是艰辛苦苦 中间有很多闲阻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点 也看到了一个新的数据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这个数据是中国前三十大富豪 套现的金额破纪录 然后同时也看到一个人 中国京东商城的刘强东 怎么样呢 他被罚了三千万人民币 被罚三千万人民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在转外汇的过程 违规 然后这个违规是怎么样呢 他汇了一亿人民币出去 那这件事违规呢 然后被中国官方罚了三千万人民币 所以刘强东的这件事情 也某种程度人家会认为说 那你是不是因为怎么样呢 对于自己国内的警惕状况有疑虑 然后你有些东西是要在境外做 所以你要把资产转到外面去 对照我们现在要谈的 中国前三十大富豪 他们的套现的金额创新高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端倪 那这个时间什么时候起算呢 他是从2018年的8月9月左右的时间 算到今年的8、9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一年的时间看到什么呢 这三十大超级富豪呢 他套现的金额高达918.5亿人民币 那么这个金额呢 你看已经是算起来是 三四千亿台币以上的规模 那这三十大超级富豪 各位可以想见一件事哦 这些人现在他愁吃愁穿吗 他会觉得说我那个吃哪边有不足 生活哪边缺钱 所以呢我要赶快把我的财富移转走 里面有什么状况吗 他其实不是这个状况 他正确的状况应该是 这些人没有生活上的疑虑 但是他有资产配置上的疑虑 凡是到这么有钱前三十大富豪 最讨厌一件事情 叫做我看到我的资产总价值缩水 看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哪里不舒服 觉得我应该要在投资哪边 那每年投资报酬率要有个几% 看起来才合理 所以表示这些人 他看到自己在中国的资产部位 出现什么状况 缩水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缩水 那你一定是中国国内景气不好 或是景气有些状况 他的资产才会出现缩水嘛 不管他配置在不动产 或是在他其他的投资嘛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看到这三十大富豪 选择把他做套现 那套现之后 他们有没有选择往外 就比如说把钱转到国外去 去做其他投资 这个就还不知道 但至少他是一个信心指标 告诉你说这前三十大富豪 因为看到中国国内的景气不好 所以信心出现了动摇 信心出现动摇呢 他宁可把那些投资换成现金 现金之后再看他资产配置 转换成其他的投资理财商品 所以就变成说这里面呢 让你看到如果三十大富豪先动了 那你觉得其他往下的大中小富豪会不会动 超级富豪先行 大中小富豪也会有人跟着动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所处于的经济状况 其实真的很险峻 那问一下王浩大哥 刚刚这个青皇讲到的是 中国的大富豪 在资金大量的外逃 然而今天已经12月2号了 那12月15号事实上 美中的贸易战的谈判 还有最后一轮的关税项目 主要当然是包含笔记型电脑 跟3C的产品 本来预定的进度 12月15号可能有15%的关税 现在看起来 如果川习两人谈不下去 谈不容的话 那这里头又为这个美中的 这一次的临时协议增添新的变数 是的 这个事情我们上个星期一直在讲 这个美国国会通过的 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可能会对中美贸易谈判 造成巨大的障碍 那但是川普不顾北京的反对 很快签了这个香港人权法案 所以北京在这个香港问题上 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公开的反对 但是美国国会不顾中国反对 可能明天又要通过另外一个法案 是新疆人权法案 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 美国的政府和国会也是相当的重视 最近几个星期你如果去看 美国国务院的网站的话 几乎每两三天都会谈一次 新疆的人权问题 所以如果美国国会 众议院 因为参议院已经通过了 明天众议院要讨论这个 新疆人权法案也通过的话 那川普可能又要不得不签 因为有可能是大比例的通过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共是不可能再往下谈了 因为你连着被人打了两次的话 你习近平没法向中国国内交代 那所以我们这两天才开始 听到中国国内的不同的 这个小道消息再开始往外传吧 除了今天大家讨论的 《环球时报》提出一个 美国必须把所有的关税才取消 才能签贸易协议的话 这种说法实际上跟两个星期前 中国商务部的说法是很不同的 当时中国商务部的说法是 双方按比例的减少关税 我们签第一阶段协议 然后第二阶段可能又按比例的减少 更多的关税 但是现在等于是《环球时报》是提出一个 根本不可能被川普接受的这个条件来谈的话 那这种说法基本上就是说 你觉得破局的几率高 我准备破局了 我只不过是找一个借口让他破局 那同时我们上个周末又听到传来的消息说 刘鹤可能要提前退休 那大家都知道 但是这个中国官方媒体还没有证实 没有官方的 就网络上有人发消息说 刘鹤可能提早退休打包准 但是官方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 所以通常将这种风声放出来 一定是有其背后原因的 那如果习近平决定 不要再继续谈下去了 他打算打定主意说 这个贸易战要破局了 那么刘鹤可能他的作用 基本上就没有了 那刘鹤的人头就借来用用 对 那就可能被退休 他可能会被退休 他可能会被这个洗澡离职离任 那万一走到这个局面 中国的政治跟经济的局面 可能会加速加快再恶化 我觉得他们下定决心要加强控制了 因为这个周末 政治局有一个新的会议 中共的新的政治局会议 就是强调在各级 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加强中共党支部的控制 加强党的领导 那大家知道我们曾经有讨论过 这个鸿海集团内部 有三万个党员 有16个中共党委 类似这样的情况 现在中共政治局这个周末 刚刚开了一个专门的会议 再一次通过这个规定 要中共的党委 党支部在各个层次 加强这个建设 加强领导嘛 所以他们实在是在做这种准备 就是万一这个中美贸易战谈不成 万一中国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他们怎么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那如果中国的底线在这里 剩下来就是川普要不要很硬的 直接加关税 还是在给一个延长的 这一个某种程度的这个期限 我觉得这个川普 从他的角度来看 他实际上是希望达成协议的 但是他不可能说 放弃现有的关税来达成协议 因为中共的历史的这个 track record历史的作为是很差的 很不守信用的 签了协议 他们都实际不执行 也不认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机制 给中共压力 迫使他执行协议 迫使这个协议是可以 随时可以有惩罚性的 如果你违背协议有惩罚的话 那中共说老实话 签了这个协议就等于没钱 好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国的富豪 这个统计资料超过30个富豪资金大举的外逃 那与此同时呢 美中的贸易战现在看起来暂时停滞 而且有可能破局 因为两个礼拜之后的daylight 12月15号到底磕不磕关税 是最后一轮的山西产品 然而一年半多的贸易战打下来 老王 中国内部很大的隐忧 来自于房地产的泡沫 很多富豪人跑就跑 但是很多房企他跑不了 因为资产全部都在中国 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富豪 有的逃的逃人逃就跑 可是对于这很多房企来说 因为他们资产跟房子很多都在中国嘛 他是逃不了 所以他都面临到非常大的窘境 那我个人其实我想讲 现在我个人觉得最大的泡沫 并不是高雄发大财 因为这个泡沫都是一定要有吹出来嘛 就是一定要价值出现 问题高雄还没有嘛 那所以最大的泡沫 对我个人来言就是中国的房地产 为什么说他是泡沫呢 我们可以往这边看一下 日本当年这个爆发 他泡沫爆炸的时候 破灭的时候是1990年的时候 当时他的房地产总值 占了他的GDP两倍 看起来已经很夸张了 那美国在次代2008年 次代风暴爆发的时候 这个房地产总值 占了他的GDP是1.7倍 那中国是怎样呢 2017年的资料 他的房地产总值高达430兆人民币 是占于他的GDP超过5倍 比日本美国还要胖 非常厉害 胖很多 那大家知道 日本当时泡沫跌下来的时候 他房地产大家 哀生叫股总共跌了7成 那美国次代风暴是跌了多少 跌了两成 所以以中国目前的跌幅来看 我想未来还有一大段路 在整个中国 所以我们大家要特别紧张 那中国房地产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可以从这两张最新的资料来说 左边的话是这个商业的 商业房的用 商业房的库存 右边的话是这个住宅房的库存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上次有讲过 在2016年有一波他的房地产 有一波小小的多头 为什么 主要是看你看右边那个蓝线的 有往下跑 就代表他当时有去了库存 库存往下那当然价格就会往上 所以造就2016年当时一波大多头 问题你看现在这个区域线 库存是不是再度往上了 那左边的商业库存 也持续来创新高 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这个大家中国现在的内需 消费是非常不好的 他们都没有钱去买车子 车司都往下跌 更何况去买房子 那当这个需求降低的情况下 你看这个供给 库存是一路往上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要怎么办 除非中国人民全部发大财 才有办法把这库存打消 所以在电子业来说 我们遇到库存就把打消库存 可是对中国房企来说 目前并没有看到库存降低的情况 所以你要特别担心 这个供需的问题 那我们过去讲过万科 然后讲过这个 一些比较大的 恒大地产 这些比较大的房地产商 我们今天来单就探讨 广州三家在90年代 比较老牌的房地产商 当时是互风换移 第一家就是这个一鹤地产 一鹤地产其实在1992年开始的 那当时它其实是一个老牌的房地产 做得非常不错 而且它获奖无数 也名列这个什么百大企业 这前几年公布 百大企业它是排名第60家 那所以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企业 其实最近传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往下看 传出了什么问题 投资它的一家私募基金 这个叫信业基金 它的全名叫信业卓益三号 专项投资私募基金 它全部都投资 它几乎很大部分 我们看右边这个框框 就投资它的这个房地产的开发项目 宜合房地产的开发项目 那它还在 包括董事长的这个都担保 最近已经传出 它这个兑付有问题 传出它的利息延后发给大家 为什么 因为它投资项目 很多都投资在移合地产 那移合地产卖得不好啊 卖得不好 你就回收不了钱嘛 那当然你就付不出来问题了 那这是人家不小心踩到它的地流 那个人的方面 就它本身公司的部分 甘生公司发行的债券 也拿不出钱来 所以不管是投资你的也好 或是你本身自己经营 发生的问题 这是很老牌的公司 但是它一开始有杠杆发大钱 最后目前可能也要挂在 这个杠杆的上面 这是一家 那我们看第二家 第二家是谁呢 第二家就所谓的 我们的百家姓 我们看下一张 第二家是所谓的百家姓 百家姓 其实我们上次说过 很多网路都 很多房子都上网拍卖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一家 是在广州市 广州市的天河区 有一家叫太阳新天地 这是一个综合的 大型的购物商场 还有美食街 那这个是百家姓集团的 这个购物商场 目前在今年开始 已经在网路上 已经拍卖 已经拿出去拍卖 总共拍卖了三次 最近一次的 原本从打七折 打六折 到最近是打五折 十月底 都还没人要买 这为什么情况 因为根据目前盈域状况 一个月可以收出 大概1.5亿 但是他要付的利息是3亿 所以没有 就是他这些 融资的金额 融资的利息要3亿 谁会去做这种事啊 所以没人要买嘛 那如果今天你说 今天房市大多头 人民的消费率是非常高的 这个物件一出来 大概全部就抢光了 问题就是没有嘛 那显然就是说 这个资产 对很多房企来说 完全是吃不下的 那这根本就是钱坑了啊 就钱坑啊 就是收入都不够负利息啊 对啊 那这家公司急着要把它变现 结果变现也变不到啊 所以就面临这连环套 就是他资金就卡住了嘛 那我们再看第三家 第三家是广州的月泰地产 这有爆发在债务危机啊 你看他是被列什么 他是被列私信被执行的 为什么 因为他预期的借款 就没有还的 高达29.5亿的人民币 哇 没有还的这么多啊 更何况账上借款100多亿啊 所以是非常大的问题 那这家比较有趣 我们看下一张 他还有发生什么事 我们看他的这个地产 这个他的所有资产 跟银行的账户 几乎全部我们都 我去查公告 很多都被冻结起来 主要原因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很有趣的一件事 他钱账那钱不够 还要到处去融资 后来又还不出来 而且还发生了什么事 他去借人家3亿元 所以就跟一家 国投泰康信托 借了3亿 他只还多少呢 还了5000万 其他还不出来 所以你资产就要被冻结了 最好笑是一件事 他曾经在2018年初做什么时候 我们看下一张 2018年他做什么 他打算用现金收购 22.8亿 这个李嘉诚旗下财产 叫碧海银湖的房地产 各位你看我圈起来 那个是他的最新的财报 他账上现金来多少 3亿 你账上现金3亿 对 你要拿22.8的现金 那你现金要从哪来 因为你要去 要去骗钱嘛 这钱再骗进来嘛 对不对 问题是中国官方 他自己就发现 你真的不行了 你太多问题了 所以就没办法 那我们看我上面 还有个小表格 上面是他的获利 今年2019年 整个前三季度 最新的财报的获利 是比去年同一季度 大减多少 八成 所以整个你可以看到 这些参加都是广州 非常老牌 90年代老牌房地产 都面临到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你就不用讲那些 中小的房地产 会面临多大的逆风 真的 我问一下汪浩大哥 这个从房地产的泡沫来讲 刚刚老王对比了 当年90年代 日本的资产泡沫 然后美国前一波泡沫 是07 08年 那个时候 这个房地产的泡沫 跟二房先出事 然而以中国现在的 房地产总市值来讲 那一个泡沫状况 远比当年的美国 跟日本还要严重 当然了 如果是对于GDP 500%这样一个数字 你假设中国房地产的 平均价格下降20% 就等于中国的GDP 给wipe out 就是100%的GDP 失踪了 那这个影响非常之大 那我们有谈过 中国整个杠杆 负债率是300% 其中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就是这个居民家庭的负债率 在最近五年急剧上升 那上个星期 中国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 是中国居民家庭的 平均负债率 大概65%的GDP 其中有超过一半 是跟房地产有关的 那在这中间 其中几个主要的城市 我有讨论过 像杭州 上海 一些浙江的温州 一些城市 他们的这个居民的负债率 超过80% 甚至到100 像杭州超过100 这种状况 实际上是随时 可能会造成这个 现金流的断流 这个居民还付不起 这个债务了 那么这个 另外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实际上刚才 这个老网友谈到的 实际上是商住 就是办公楼和商铺 这一个过去这么多年 它的这个库存不断的上增 但是它的销售和价格 最近这两年开始下降 而且以很快的速度在下降 尤其在主要的城市 北京上海 广州都出现这种情况 特别是北京 政府公布的数据 就是商住 办公楼和商铺的销售和价格 都以30%的速度下降 那就是说很多的地产商 被套牢了 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 有讨论这个潘恒毅 潘石毅 他的SOHO 他要丢80亿的资产出来 他的资产主要在北京和上海 他现在就很头痛了 他就是做商办的 他就是办公楼 而且他丢的是80亿美金 对80亿美金 他要卖掉 他要攒仓 他要卖掉 问题是谁去接手呢 80亿美金可不是小数字 所以国台办丢了一个会台政策 希望台湾人去接手 是啊 是啊 这个像台湾很多股市 主力在拉到最高要出货的时候 主力希望谁接 那就希望散户这些冤大头 这些冤啊呆出来接手 也不完全是散户了 台湾的金融机构也在那里接 我们刚刚看到的中 台湾的金管会的统计数字到 今年9月底的时候 台湾的银行业 对中国的曝险金额到 1.7兆台币 相当于整个净值的比重49%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媒体追踪统计 银行业的曝险 媒体点名第一名的是台北富邦 对 那这个我们引述一下 信传媒说曝险约莫一千两百多亿 对 那富邦确实上个礼拜 我们追踪过 因为杂志追踪他们 其中一部分的部位在哈尔滨银行 还有一部分的部位在厦门银行 对 那这些小银行倒霉 富邦就跟着倒霉啦 那所以总曝险部位呢 现在抓出来是一千多亿 中国信托也一千九百多亿 我先朗送一千多亿的 兆丰金控也一千六百多亿 国泰释华也一千多亿 对 这一千多亿都不是小钱 这只要是一个大幅的 金融的循环的修正的话 一千多亿都不知道 要提多少呆账 对 而且这个只是对中国的曝险 还不包括对港澳的曝险 因为现在香港的情况在恶化嘛 那另外一个是这只是银行 还不包括保险公司 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 那实际上我认为 总体的台湾的金融支构 对中国的曝险 可能如果包括香港的话 架在一起可能超过三兆台币了 你认为超过三兆 我们如果引述一下 信传媒追踪整理过的 大银行的曝险就快要一兆了 1.7兆的 对 因为这是大银行嘛 那大银行是没有算到 刚刚汪浩大哥讲到的 比方说受险这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不容易算到的 还有台资企业 对 就是说因为金融业它还是有比较明确的财务报表 可以去追嘛 那台资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面的曝险 所以整个台湾万一中国来一场经济风暴的话 那显然会深受其害 那台商台资企业跟金融业可能首当其冲 对 因为你想台湾的GDP大概20兆台币不到嘛 大概如果是有3兆台币的对中国的金融曝险的话 可能是GDP的15%嘛 那在这个台湾在2000年就是 Internet bubble的时候 那一次这个倒闭的时候 然后干bubble的时候 银行的整个坏账 这个比例大概到GDP的10% 所以当时陈水扁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 清理整个银行业金融业的坏账问题 当时拿了两兆金融重建基金 去挹注去重建 而且金融的循环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如果金融业跟台商台资企业受伤 那下面的循环就其他业者都可能受到影响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国富豪 有生死大富豪大逃难 那当然又富豪被盯 最近茅台的股价也下跌 那每一次茅台都是观察中国内部景气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对尤其是茅台被视为是奢侈品 之后更是一个指标 那之前只要谈到茅台的主题 都会强调中国的茅台是股类中的酒王 那么这个酒王呢 在我们看到的资料里面 过去五六年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130块人民币 一路涨到超过1100块人民币 所以它的涨幅非常的凶 但是在过去算到上个礼拜五为止的交易日呢 六个交易日的时间呢 你会发现茅台连六跌 它的市值跌掉了5654亿台币左右 那么跌掉这么大金额 必然是后面有它的原因嘛 那么它后面几个原因呢 我们看到的是 有一个呢 是跟中国可能未来消费税会调整有关系 那么因为茅台被视为是奢侈品 那目前还没有听到要动它 可是未来要怎么动奢侈品的消费税 这个就很难说 有想象空间 第二个是茅台公司里面 他们自己就出现什么状况呢 出现所谓的腐败跟贪污的状况 那你想说茅台跟贪污怎么腐败 是亏空自己公司的款项吗 其实也不只是这么简单 我们看到的是茅台公司的前董事长 原人国怎么样呢 它被双开 开除党籍跟开除公职 它被双开的原因呢 是被讲说它跟钱和色有关系 那这钱跟色 这个当然很好想象 但钱它是怎么A的 它的A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透过茅台在各地方的经销权 那你钱给我多一点 私下债的多一点 我给你经销的配额就多一点 那你给我的没有比较少 或是你根本没给我 那我就让你的数量少一点 那么这个方式对他来说呢 一方面可以拿钱 二方面各地方的这个经销权利 是不是在他手上 那他里面造成一个状况 是有一些人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操作呢 囤积居齐啦 炒作啦 把茅台的价格呢 尤其是特殊的品项 把价格拉很高 那这些状况就变成是很不正常 只是追进去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原人国跟几个茅台公司的主管 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他们才会出现这个被双开的情况 然后当他们被调查了之后呢 也影响了投资人对他们的信心 尤其是不知道他们捅出来的洞有多大 也不知道中国的政府要用什么方式去整治茅台 所以呢 他的连六点反映出来的刚好就是这个现象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茅台不是被视为是奢侈品吗 那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反映出来的是 一种对奢侈品消费预期的衰退 所以也造成他苦价的下滑 这个也是观察的指标之一 张老师 这个茅台是号称为中国的国酒 其实他有很多的传说 譬如红军长征的时候 缺医少药 茅台被拿来治病 当消毒药 甚至于说周恩来感冒用茅台泡脚 这个当然是非常奢侈的 这样就好了 后来在文革的时候 红卫兵还曾经不点名在批林批孔的时候 还用这个来批评周恩来说 这个是奢侈浪费 那后来茅台现在在中国 不只是国酒的象征 也是奢侈品的象征 也是股王像这样 茅台的股价现在是A股的股王 这个甚至也是世界上 所有的股市里面的酒类股的股王 所以茅台不只是中国股王 也是世界酒类股的股王 但是现在来讲还有人说 你说人民币是指印的 所以人民币会贬值 但是茅台越沉越香 以前旧版人民币放到现在 可能越来越贬了 但是旧版的茅台 以前如果是真品 库藏到现在 那个价格可是不简单 所以说茅台的含金量 高过人民币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的忠实观众 跟粉丝朋友 扫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同时年代向前看 有IG脸书跟推特官方账号 欢迎观众朋友按赞 按追踪跟按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是茅台喝一罐少一罐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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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